Hello大家好,我是黑木爸爸,我们今天来讲葡萄子。 非常感谢大家。 从古希腊开始,就已经有在使用葡萄叶,与葡萄树液来维护健康。 当葡萄籽被发现优点之前,大多都被丢弃。 在1970年代时才被研发出葡萄籽提取污。 这是葡萄酒液废物利用的成果。 当葡萄酿酒后,会有相当大量的葡萄籽。 最初不但无法贩卖,还需要花钱处理。 于是进行了研究,并分析出天然的葡萄籽。 成分中含有水、油、纤维、分酸、蛋白质、类黄酮、亚麻酸、抗氧化剂、分类化合物。 低聚元花青素复合物与多种矿物质、钾、铜、磷、钙、银、铭、骨、粗蛋白、氨基酸、维生素A、D、E、K、亚油酸等, 也含有少量的挥发性成分。 这些物质大多属于分、纯、贴类等物质,并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。 其中含有的多分类物质,主要有原花青素类,与儿茶素类。 儿茶素类化合物包括有儿茶素、表儿茶素、以及梅石子酸质等。 是属于葡萄籽中最主要的单具体,也是原花青素多具体及寡具体的构成单位。 并且葡萄籽提取物,也具有许多抗氧化的成分。 有一项研究指出,当在吃下葡萄籽提取物后,血液中抗氧化剂含量会有明显的增加。 表示葡萄籽提取物中的抗氧化成分,能够被人体吸收与利用。 葡萄籽的功能,一、血压调节,有一项文献指出,葡萄籽提取物对于血压有较佳的益处。 并且对年轻人与肥胖受试者,以及代谢性疾病患者会较为明显,可能与葡萄籽含有的多分类。 具有预防自由基伤害细胞与内皮依赖性舒张反应,以及增强益氧化氮生物活性有关。 二、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。一项盐就指出,相对于摄取维生素C。 食用葡萄籽提取物后,不只能改善肝功能指标,还可降低脂肪变性层级。 因此葡萄籽提取物,可能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有正面的效益。 三、改善慢性肾脏疾病。一项随机双盲与安慰剂对照的盐就指出, 口服葡萄籽萃籽萃取物不只能提高肾小求过滤滤,和改善蛋白尿、抗性贫血、吸反应性蛋白发炎指标。 肝油三脂血症与慢性肾脏疾病,以及血小板减少症等,并且还可能有益于增加抗氧化等状态。 四、改善更年期障碍。一项随机双盲与安慰剂对照实验指出,口服葡萄籽萃籽萃取物可助改善更年期的症状,并且可增加肌肉。 五、降低血压。改善更年期心理与生理症状等。五、减轻癌症治疗产生的不良作用。 一项文献指出,葡萄籽萃取物与葡萄籽原花青素,都可助于减轻化疗,以及放射疗法的毒性作用,并可能改善化疗与放疗,导致正常细胞组织引起细胞毒性的作用。 六、减少氧化损伤。一项研究。八名健康的人摄取了高脂肪餐,在服用葡萄籽萃取物后,能够抑制血液中脂肪氧化,为摄取的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脂肪氧化的情形。 也有另一项研究。61名健康成年人摄取后,氧化LDL下降了13.9%,但却无类似的研究,能够复制这些结果。 此外,还有一项针对87名接受心脏手术人的研究发现,手术的前一天摄取,会有显著减少氧化应激的情况。 七、提高胶原蛋白水平,与骨骼强度。葡萄籽食类黄酮丰富的来源,可能有助于增加与改善胶原蛋白合成,以及骨形成等。 根据发表在肌肉骨骼与神经元相互作用杂志上的研究,钙和原花青素对低钙饮食小鼠骨骼结构的影响。 在这研究中发现,钙质饮食里,添加葡萄籽萃取物能够增加骨密度与强度,矿物质含量,抑制炎症性自身免疫性关节炎中的骨质破坏,与骨刺以及关节损伤,并能提高胶原蛋白水平,降低软骨减少,并且显著减少骨关节炎小鼠疼痛等。 八、延缓或减少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。 有动物实验指出,葡萄籽萃取物能够预防记忆丧失,改善大脑抗氧化水平,与认知状态并减少淀粉氧蛋白醋,以及大脑病变等并有一项为期十二周。 111名健康年长者的研究,在每日摄取葡萄籽萃取物后,对于改善注意力及时记忆和延迟记忆,以及语言等会有所帮助。 目前并无记忆或认知缺陷的成年人,使用葡萄籽萃取物人体研究的资料。 另一项研究指出,葡萄籽原花青素提取物在于预防认知功能障碍,与海马神经保护剂的关键作用,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。 9. 改善肾脏功能 肾脏容易会有氧化损伤,并且这种损伤一般是不可逆的。 在动物研究中,发现葡萄籽萃取物能够减少炎症损伤与氧化应激,并降低肾脏损伤与改善功能。 另一项研究,23位被诊断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人,在每日摄取葡萄籽萃取物,持续6个月后,与安慰剂摄取进行相比。 发现尿蛋白减少3%,肾脏过滤改善9%。 10. 降低癌症风险 葡萄籽提取物含有的抗氧化剂,可能有助降低罹患癌症的几率与预防化疗药物,对人体肝脏细胞造成的伤害。 有一项研究发现,葡萄籽提取物,能够防止试管中乳腺癌、胃癌、结肠癌、前列腺癌和肺癌细胞的生长,可目前并无明确证据证明对人体是否有效。 在使用任何抗氧化相关物前,需请医师了解与评估,是否会与药物有相互作用,及干扰药物状况等,以确保用药安全。 11. 促进伤口愈合 有一项研究,在小鼠被捕的伤口,涂抹原花青素提取物的实验中,发现小鼠愈合时间会较快。 因此,葡萄籽提取物,可能有使伤口加快愈合的效果。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效果是如何产生的,可发现葡萄籽提取物,能够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产生。 当伤口在愈合过程中,血管内皮生长因子,是最主要的化合物之一。 12. 减缓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症状 当有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时,血液会积聚在腿部,导致疼痛、肿胀、疲劳以及可见静脉等症状。 有多项炎就指出,葡萄籽中的原花青素能够减缓此症状。 13. 改善水肿 乳腺癌手术之后,较容易会发生水肿。 有一项双盲安慰剂的炎就发现,乳腺癌患者在手术后,每日摄取葡萄籽提取物,持续6个月。 与服用安慰剂者相比,水肿与疼痛也较轻微,并且运动后的损伤。 摄取葡萄籽提取物的人,也比服用安慰剂者肿胀的更少,并更快消肿。 14. 降低胆固醇 有一项研究,40名高胆固醇患者,摄取葡萄籽提取物与各后,再降低总胆固醇,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,会比单独摄取葡萄籽效果更好。 另一项有重度吸烟者,只值过氧化的研究。 在这项研究中,有24位男性吸烟者,每次食用两粒含有葡萄原花青素提取物,与大豆磷脂胆碱的胶囊,再连续使用4个星期后。 有服用胶囊者,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,比服用安慰剂者低。 15. 改善高血压状况 就理论而言,葡萄籽提取物可能有治疗高血压的作用,其中含有的抗氧化剂,能够保护血管。 并有多项动物实验指出,葡萄籽提取物有显著降低血压的作用。 可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,了解葡萄籽提取物对于高血压患者的效果。 16. 预防皮肤癌 再一项使用无毛小鼠测试的研究,葡萄籽原花青素减轻皮肤肿瘤发展与形成的问题。 研究得出的结果发现,葡萄籽提取物可能有助减缓紫外线,对人体皮肤健康导致的影响,因此可能具有减缓皮肤癌的特性。 原花青素的保护性只经过多种途径产生,例如,经由改变细胞因子活性,来减缓氧化应激以及免疫意志。 17. 保护心血管 葡萄籽提取物中的抗氧化成分,具有保护血管减少损坏的作用与预防高血压等。 根据一项研究发现,与β胡萝卜素、维生素C及维生素E相比,葡萄籽原花青素提取物有更加卓越的抗氧化效果,因此可能有助降低收缩压及心率等益处。 18. 养颜美容 葡萄籽含有葡多酚的物质,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,能够抑制自由基,预防皮肤老化等作用。 19. 维护大脑健康 有一项动物研究指出葡萄籽提取物含有的分类化合物,其中含有的儿茶素、表儿茶素、原花青素、梅石子酸和梅石子儿茶素,以及低聚原花青素复合物,可能有助整体大脑健康与改善记忆力。 20. 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葡萄籽含有的花青素物质,可预防于减轻紫外线辐射,造成的皮肤伤害,并且也可能降低电脑、手机等辐射导致的皮肤损伤。 21. 减缓过敏的症状 葡萄籽提取物 可使细胞抑制敏感因子的阻碍释放,提升细胞对于过敏源的耐受性,并稳定皮肤血管组织,从而缓解过敏等情形。 目前关于葡萄籽提取物,对于健康益处的研究,还处于早期阶段,并没有足够的讯息显示,具有任何短期或长期对于健康的益处,并且许多了解到的作用与效果都只有小样本研究,因此仍待需更多研就加以佐证,也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,来证实结果的正确性。 在此,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,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,再次的相遇。 我们下期再见